表尼老母,大家好,歡迎來到烈食天堂的時間 今天來是一間很少年前,之前我舊頻道拍過的一間店舖 一個良心小店,叫做真章如無雙,在葵廣裏面 其實我在幾年前都說了,自從頻道接了之後 應該說被人收拾了皮之後開一個新頻道 我是想把某些我覺得值得推介,舊頻道有烈食天堂的店舖拍出來 所以這件事都自從各國籌備,這集就其中一集 我希望我可以盡快地拍得完 因為還有很多人有些推介,我也要拍的 可能我就是能力太差,個人就經常累,經常睡覺 搞得台又不開,影片又不能拍 真的跟各位觀眾說一句不好意思 廢話不能多說 這個呢,我這次叫了這個真章如雙 它就有兩隻味 一個是明太子,一個是蟹子 蟹子可能多,看看 先夾一下 夾一發 夾完醬汁之後,蟹子不錯 你可能未能聽到,啵啵聲 要啵啵聲 只要試一下,看什麼呢 流汁了 你看到這個汁都頗多 花里花綠 上來那一塊 加上沐浴水 夾一點沙律醬還是明太子的醬 挺好吃 一粒章魚 兩粒,第二粒 這是第三粒 這麼豐富的嗎? 這個真的值得讚 這粒章魚粒 不過要澄清一樣 因為我那個 店舖在說聲明 因為運輸問題 就沒有圓粒章魚 本來你應該用圓粒章魚 很大粒 不過就... 沒有啦 沒有研究 就用章魚粒來做 今天真的好可食 但是... 粉粒章魚 粉粒比例 和粒章魚 比例來說 我覺得都可以 我覺得不清楚 很不錯 粉粒章魚 比例 和粒章魚比例 是不錯的 這間店 醬又夠多 當間有很多 裡面只有一小粒 一粒章魚 一粒章魚做到 這麼批大 我喜歡吃粉粒 我覺得不太好 明太子 又是 章魚多 好吃 有章魚味 明太子味好重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強烈 可以吃 真章魚毛鯨 葵廣來說真的很好吃 以章魚燒來說 今天有些店铺也想介紹 或者有些歡迎影片下方留言 我繼續吃一粒章魚燒 今集和其任先拜